多重不利因素致令市况转淡,加上适逢适口吹升,二手业转卖楼变得被动,拖低物业转手获利比率及平均赞幅,尿短期后市仍未见底。 值得留意,今年7月每中私楼转手平均赞幅按月更大跌6.2个百分点,连跌2月兼创至2016年6月以来74个月最少。 尼加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,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所得,2022年7月份全港1607宗已知上手扣入价的二手丝楼买卖登记中,账面获利个案共1486宗,占比达92.5%,较前月回落0.7个百分点,属2010年3月以来的149个月,即近12年半,伸低。 按物业区域划分,新价区表现较价,以94.3%之数成为获利成功比率最高的分区,为按月跌0.5个百分点,港岛区居次,报91.3%,按月跌0.1个百分点,至于九龙区价落后,仅录得89.5%,按月跌1.1个百分点。 按物业转售价格分析,楼价介乎1001万至1200万元的中高细价流组别之获利比率表现最好,录得96.5%,请按月跌2.9个百分点,涉及中数137宗,此外,601万至800万元组别,月内获利比率即达95.5%,按月跌0.3个百分点,亦教整体大事表现为佳。 数据显示,今年7月份每中私楼转售个案平均赚幅只有58.7%,按月跌6.2个百分点,连跌2个月,且为2016年6月以来的74个月,即逾6年,新低。 同期账面获利一倍或以上的转售个案占整体二手私楼买卖比例为39.4%,按月跌1.7个百分点,共6633宗。 至于账面录得亏选者有105宗,占比按月增至6.5%,为近12年半以来的按月身高,而平仇的个案则有16宗,占比亦增至1.0%。 此外,环顾上月10个获利登记最多的私楼屋苑,当中达8%获利的有6个,而每宗平均赚幅则介乎最少的23.1%至最多的135.1%不等。 当中新都城城为陆德每宗转首个案平均赚幅最高的屋苑,达于1.35倍。 至于上月榜内赚幅最低者续为平均楼零相对较低的日出康城,平均每宗只赚约23.1%,次低者为上月的25.4%。 陈海潮指出,踏入第三季后,市场充斥利淡因素,包括美式上调幅度及速度较预期快,令本港短期内加息压力急增, 此外大量新盘二低价抢占二手市场购买力,加上疫情反复催生, 而且时有急走涉样的移民盘出现,均令二手市场增添压力。 依上述利淡因素未有转机的情况下估计, 辽8月份私宅转手获利比率将进一步下市92%的水平, 至于平均赚幅疫苗再收窄至55%的低位, 戒时恐创至2012年8月以来的10年按月新低。